一早天空下著雨 布立台北醫院的採檢站 依舊人山人海 民眾依序排隊進行採檢 指揮中心宣布 26號開始全民快篩陽性 禁醫師診斷後及判定確診 因應這項最新政策 松山機場採檢站 也轉型為看診和領取藥物 上午醫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也到現場現行勘察 我們所有的計程診所 目前我統計 我全國已經有大概2300家 有加入快篩陽看診 就確診的這個部分 除了社區篩檢站之外 王必勝也透露 目前國內約2300家診所 投入快篩陽試同確診的診斷 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不舒服的 前天是不是 醫生視訊看診確認身份 給快篩陽民眾進行診斷上路的第一天 不少民眾預約視訊看診 但只這一來一往所耗費的時間也不少 普通如果是都會型的人士 就是都很了解的 大概都要花15分鐘 到20分鐘 如果是阿公阿嬤 那這個一定半小時以上 民眾可以透過視訊診療 或到社區篩檢站醫療院所 給醫生進行診斷 再快篩陽性檢測片 寫上姓名與檢測日期 再跟健保卡放在一起拍照 預約視訊診斷將照片上傳 如果外出就診 需要將快篩陽檢測片 放入夾鏈袋 再帶到醫療院所 如果醫病沒有共識 又該怎麼辦 小兒科醫師呼籲民眾可以透過視訊預約看診 或是透過親友代替本人前往看診 盡量避免支撐前往造成醫護人員陷入風險之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